許廷鏗這日出席名標發布會 他說以前覺得手錶只是一件陪襯品 但踏入30歲之後 想法就不同了 其實手錶我以前一直以來 都是覺得是配件 不知是否因為到了30歲 很多身邊的男生都開始事業有成 聽聞男生的四樣東西 就是女人、車、錶、扭 我四樣都好像未有 可能第一樣入門就是錶 其實一直以來都確實地 覺得手錶是配件 但現在反而覺得 原來男人的象徵是一隻手錶 說到好有胡鴻君早前拍戲 不小心撞傷的頭停工了幾個月 這日就正式宣佈復工了 Hubert的狀況其實我一直都 因為她媽媽之前都問我一點意見 我都一直留意著 看看有沒有什麼醫生可以幫到手 但我見她現在的狀況其實都很好 即是她有康復情況 我見她都幾精靈 最開心的是她一出院 就是問可不可以約打牌 即是和朋友一起打牌 我覺得這件事 我都在想 一開始都在想 你會不會要休息一下腦呢 但我看她好像想幫腦做運動 都應該幾精靈的 另外提到日前 診所資料被人在網上公開 她就說只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其實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因為最近有一個支持了我十年的歌迷 其實我覺得很感動的是她 因為我而現在在匈牙尼讀牙科 讀到年四了 但她可能一直以來都沒見過我 她今次暑假放假的時候 無意間找到我的診所 然後就去診所現場 可能會太激動了 之後到處拍了很多照片 當我那到處是KOL打卡熱點 這樣到處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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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坦白說 有些診所資料是失陋了 放在網上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自己就有點擔心 所以也立即出一個post 不希望大家覺得這件事是借來宣傳 因為我從來一直都維持得低調